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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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下人的 晚上没有差时 不让出来 别走啊 订阅 我 订阅 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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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慢走啊 好 高福 来 帮我收拾一下啊 终于看着点 哎 慢走二位 谢谢啊 马建林啊 要出来了 有多少人 谁带队 这些目前都还不清楚 但是看样子呀 马建林今天是要跑 不知道时间 人数 路线 无法通知朱印城啊 如果要让这个马建林啊 钻进山里面 咱们这些天的蹲守 都白费了 是啊 哎 女子 吃点什么 我 肾都不吃 我来 找人 你找谁啊 我 我来找你们这儿的伙计 叫何莲的 你来她什么人 我 哎 妹子 姐 你咋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啊 高峰 出去看着点啊 快来 快来 哎 哎呀 妹子 你这脸是咋回事啊 那个马建林 打的 你 你 这手是怎么回事 他们用炮仙 夹我的手 哎 这帮畜生 姐 你是共产党播 你 你咋知道呢 哎 你咋知道呢 民团的事儿 谁都没有告诉我 我只告诉过你 你 你这鬼丫头 哎 没错 姐就是共产党 真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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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姐 我就知道你是干大事儿的人 哎 姐 我想收拾那些欺负我 打我的人 你们共产党 要我不 当然要你了 你看 你不是已经在为共产党做事了吗 那我杀过姚子掌柜 有命案在身 你們要我咧 要 共产党是咱穷人的队伍 你杀了 姚子掌柜 说明你有反抗精神 共产党当然要你了 哎 哎 姐 我就是来问你这事儿 你们要我 我就跟你们走 好 月兰 马剑林民团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 哎 姐 民团今天就要走 去哪儿 不晓得 什么时候走 吃过午饭就起身 马剑林走吗 走 全部都走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走吗 我听那个何振青说 何振青 他也在民团 他走了 姐 你认得他 我听那个何振青说 队伍走马尾沟 我知道了 嗯 高峰 蔡奇 你们过来一下 来 妹子 别害怕 这儿都是自己人 哦 我还以为 他们是坏人呢 他们跟姐姐一样 都是共产党 哦 马剑林民团的消息 大概已经知道了 嗯 高峰 你马上通知朱营长 让他务必在下午四点钟之前 埋伏在马尾沟两侧 做好伏击准备 是 蔡奇 哎 你把这类情况 告诉给刘主任 好 妹子 你先回去 以防 他们起一心 哎 哎 对了姐 那个马剑林 还有舞台西凤酒咧 那这样吧 蔡奇 你啊 马上装上舞台西凤酒 陪妹子 一块去民团 好 等马剑林走了以后 你带月兰 马上离开 嗯 好 哎 月兰就交给你了 嗯 好 走 来跟我走 路上小心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杜仲 嗯 你是啥时候给月兰号上的 啊 我们俩人啊 是在山西回来的路上 那你想他吗 想 叶青 你为啥要活着命救我 为啥救你 在山寨的时候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这一辈子 只爱过两个男人 一个是我大 呼颜云天 另一个男人 就是你 你 我 我 你 之后 有可能的 你 你现在身体你也走不了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 好 我不管你 我看看你 你走 我就说了你现在走不了 就是静怀 杜忠 再给我唱支歌吧 唱歌 我想在临死之前 再听听你的歌声 好 好 我唱歌给你听 说 天牢 我的花 他眼儿的花 独装哪怕我呀 我俩要回来 我可以把故事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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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连同志 组织上原本派你到太原领导地下党工作 可是朱营长再三要求你当他的指导员 我服从组织安排 嗯 上级决定 何连同志 担任朱营营的指导员 刘主任 为啥不让我上前线呀 我都申请好几次了 你们当领导的就是偏心眼儿 这谁偏心眼儿了 都上前线打仗 那地方工作谁做啊 刘主任 咱俩也算是一家子 他们都有事在做 那我呢 少过淘姐 你哪儿都别去 跟着我 李文 这脸上还疼吗 不疼了 你看你这头发可真好 姐 那是你输得好 看一看 嗯 妹子 你是迷之哪个村的呀 我是川口村 秦家的 姐 你是哪个村的 姐是城里的 哦 我爹 叫何福贯 啥 你爹是谁 是何福贯 你是何侠大小姐 是啊 别来 你大臣情瘦 你当然死了不大 来 来 你多打几人几杀 出出气儿 妹子 你 你 你 超金人有谁 啊 有 我 太好了 我已经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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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知道你心里难受 要是这人死了不能复活 你就别太难过 我他与人民为敌 你相信我 总有一天 他会得到英勇的惩罚 报告 指导员 刘主任找你 好 我马上去 妹子 妹子 你听姐一句话 姐出去有事 你 你可千万不能出去 你就是再恨姐 也不要出去 你要是往那帮人给抓住了 你可就没命了 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我知道 我们的部队发展得很快 从几万人迅速地发展了几十万人 可是部队上 缺少有知识龙瓦的干部 派一个女同志去一线部队是 刘主任 你放心吧 我没问题的 来 来 贺连 你走了以后 我 我会想你的 那 你要去哪里啊 哦 组织上调我回延安工作 这么一走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你见面了 我想啊 我们会在山西见面的 嗯 咋这样看人类 我在想啊 要不是你逃出来 你现在就是我漂亮的小妈了 姐 好好好 姐不说了 哎 月兰 你昨天晚上 做梦喊的杜众是谁啊 那是我未婚的汉子 我说嘛 在梦里都喊着别人的名字 姐 你知道早说歌了不 我知道啊 你问这干什么呀 我要去找我的汉子 杜仲哥 他要是活着 一定在哪儿等我呢 姐 我要是找到他 我能不能去山西找你 一起打鬼子 你看行不 你看行不行 行行行 看把你急的 明天像我们部队转移啊 正好路过早树哥的 那 我要找到杜仲哥了 我们去山西 找谁啊 明天我们就要过黄河了 你找到杜仲 就去紫州找秦英姐 对了 你和杜仲 在路上一定要小心 尽量避开随德 我知道了 好了 早点睡吧 明天还得赶路呢 快了 秦英姐 月兰这孩子好好培养 可是个好苗子啊 是啊 你可得把他 给我们带好了 他可是经过我们家门的人啊 放心吧 我呀 一定把你小妈照顾好 去去去 哎 和莲呀 我觉得这 刘主任对你挺有意思的 你瞎说什么呀 别不好意思了 你大当价嘛 刘主任革命坚决 人又好 再说了 谁不知道 像弥指的姑娘 啊 个领个得好 我现在 不考虑这些问题 你现在不考虑 那你等到啥时候考虑 等到 打败小日本呢 你就不怕 人家等不及 秦英姐 你在下事我送你 一会儿下山的时候注意点 到了 月兰 何连姐 月兰 看见了吗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 就是早树疙瘩了 我走了 看把你急的还没说完呢 到那以后杜忠耀不在 你就顺着这条路 回来找我们 何连姐 秦英姐 各位大哥 谢谢你们 一路小心啊 你要是人不在 就早点回来 我认为这条路 我认为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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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健康 我认为您好 一路 好 我以为再也撑不到你了 大树呢 我跟大树走三 我不记得他到哪儿去了 好了好了 滚啊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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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先进屋里去 好吗 走 这不是回来吗 起来 他是谁啊 哦 他 他是 杜壮哥 他到底是谁 我是二爷 杜壮哥 他真的是二爷吗 是 那那个 那你先歇着啊 我拿材我给你烧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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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了我的 我要报仇 回答 我 不 不 你 我 我不 我 你 你 你 我 你要干什么 滚开 又滚开 你不能再伤害他了 听见没有 他杀了我 他不够带你 我要放手 我要杀了他 放开我 放开我 原来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你怎么给我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想听 没想到你跟我的仇人在一起 你还那么护着他 原来我 你啥都不要说了 放我瞎了眼 你是个花花子 你也是土匪 原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说 你心里有我 我再也不相信你 月兰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不要说 我都看下了 你要去哪儿 你不要你管 你给我走开 二爷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我盼着他现在就死了 用夏年了 二爷 二野 我 御弱 御弱 翊翔 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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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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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你跟我 天真 天真 YETCH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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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T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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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舟 渡舟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渡 渡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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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连抓到没有 专业 还没有合连的消息 你说这事吧 只有我和你 还有何振卿知道 这共党的军队 怎么就对咱们了如指掌呢 专业 我觉得 这事跟何振卿有关系 你说 您想啊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 缓解忽略了 你是说 越南是共党 与何振卿 串通一气 专业英明 我跟你说啊 这共产党的手啊 是无处不在 你想啊 一个普通乡下婆姨 哪敢杀人呢 啊 哪敢呀 这越南呀 出现在民团 那是有阴谋的 自从他歪了之后 马团长的人 是死死伤伤 实体车粮食 全让共党给截获 而指挥这回行动的 正是何连长的姐姐 他跟 越南是同乡 是何连长相好 哎 他还是何福贵的 小婆姨 可以肯定的说 这回的消息 是何连长 走了过去 越南呀 是共产党 安长在民团内部的内馅 你觉得我分一个队吗 好好好 干人的 好 好 好 干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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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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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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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要走我不拦你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二爷当初把我牵上山寨是因为他喜欢我 这个没错 可到了山寨以后我就告诉他 我心里喜欢的是你 他知道以后 他就准备把我放走 可那时候偏远赶上何振卿来攻打山寨 他放不走我 后来因为我太想你了 我自己逃跑了 结果让他们给我抓回来了 这山寨里有一个叫四爷的人 他就要把我给弄死 二爷他为了救我 答应他有条件 喝了一个什么毒酒 他喝了一个毒酒 有他只能活九天 后来喝了进攻打山寨 二爷冒了枪子把我给救出来 自己还受了伤 你结果给他好 你见了他以后 你还给了他一下 二爷是为我才弄成那样的 我能把他扔下不管吗 今天是二爷的最后一天 他活不过今天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事情明摆着呢 就看你的态度 不要呜 么 说话 你跟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跟他说了一些 我喜欢他的话 让他跟我来随德 马夫专员 我对你绝无二心 你给我废什么话呀 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敬酒 不只是罚酒 葛处长 我真的没有对月兰 透露半句行动计划 那好 我也相信你 你愿意不愿意 把你那想好的 抓到这儿来 表示你对党国的忠诚 愿意吗 黄许 何连长 我给你三天时间抓到他 如果你抓不到他 我毙了你 是 林大 我给你三天 不要 不要